民进党可不可以克制你们的王军 不要连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连一般的公民都在攻击 要民进党管管他们的王军 前立委黄国诚上节目 谈到自己也凭被王军攻击 喊话曾经并肩作战的他 那我会比较期许 非凡做到的事情是 用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去要求民主进步党 不要继续做伤害台湾民主的事情 对昔日太阳滑站有喊话 难道是因为黄国昌最近针对民进党揭壁 遭到大批网军出征 加上自己的违禁争议 也被侧意放大检视 又看到电玩实况主丁特被攻击 让他赶而发 民进党1450 透国家预算 那么买收了非常多的一些 网络的一些公司或平台 那么给予利益 让他们在网络上有一些 风向的营造 我觉得赖副总统他一向是认为说 对于网军这件事情 他是不支持也不认同的 民进党立委还家说 赖清德也深受其害过 不可能发动网军去攻击 但黄国昌就点出 民进党讲过的话不能信 那蔡英文总统不是说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很讽刺的 升官发财一定要走 民进党这条路 赖副林那个时候 其实他在云报以前 第一个职位其实不是这个 是神老国际的董事长 那我就问一件事 他凭什么当神老国际的董事长 在点名昔日学运伙伴赖品渝的爸爸赖敬林 凭什么能稳坐高位 过去因为理念聚在一起的太阳花成员 如今在不同的政治岗位 似乎也有了不同的理念 TVBS新闻 李学位朱光宏 伟佳琪生区小组台北西港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放入国际边 琪生区荣